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金融管理局表示我国的银行系统仍保持稳健 新元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也运作良好 金融管理局表示美国近期倒闭的银行 对我国银行系统的影响微不足道 本地的银行资本充足 并定期针对利率和其他风险进行压力测试 金管局正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合作 评估国际局势对本地起步公司的影响 包括在美国有业务的企业 当局正密切地关注国内金融系统和国际上的发展 随时准备提供流动资金 以确保我国金融系统保持稳定 金融市场继续有序地运行